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学习我们的课程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冲锋加二月二,要立蛋,吃猪头肉,剃头等等 我是吃肉了,立蛋了,但是没剃头 今天这个商家呢,趁着这个节日涨价了,太坑了 不开玩笑了,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 今天我们学到了多谢城第二节课的第二小节 现成的神秘周期 上几课我们在主函数里边调用一个批顺的Galcrate 去创造这个新的现成 那么其实这个魅寒数呢,它也是一个现成的 我们需要着重研究一下它 来看一下我这个里边是怎么说的 当生意程序用心的时候 首先用心的是魅寒数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在现成的代码中呢 我们把这个特殊的执行流 称作初始现成或者主现成 这个你叫哪个名字都可以 一般我喜欢称它主现成 因为它的名字嘛叫魅 所以我把它叫做主现成 你可以做初始现成中 任何普通现成可以做的事情 它是一个现成 当然可以做任何普通现成可以做的事情了 但是它的名字不一样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主现成 那么就有特殊性 如果它从魅寒数返回了 这样会导致整个进程的结束 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 如果一旦进程结束了 那么进程内所有的现成 根子也就game over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 用p算-excite函数 大家通过名字可以看出来 这个excite就是退出的意思 如果你的主现成用这个函数退出的话 那么进程就不会结束的 这样就保证了其他的现成 可以顺利的去执行 还有一个问题 主函数在接收参数的时候 它是通过rc还有rv 那么我们普通的现成 它那个启动函数接收参数的时候 只是通过p算-cite函的最后一个参数 握着心来传递过去的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主现成在默认的对站上执行 这个默认的对站可以增长到足够的长度 而普通的现成 它的对站是受到限制的 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处 有可能去溢出的 以后我们的学习中呢 会学着去改变这个对站的大小 保证你的程序呢不去溢出 如果必要的话 我们需要去改变 那么主现成是如何得来的 它是随着进程的创建而创建的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关心它 怎么去创建 一旦这个进程去产生了以后呢 主现成根本就去产生了 它其实呢是用内核来帮你做的 其他普通的现成呢 我们是通过批算的钢区域的函数来调用产生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 非常少用 以后有机会会介绍给大家的 这里边主要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告诉大家 新线程呢可能在当前线程 从函数批算的钢区域的返回之前 就已经运行了 甚至运行完毕 你的当前线程创造新线程的时候呢 调用一个批算的钢区域的函数 那么调用函数的时候呢需要一定的时间 很可能在这段时间里边呢 新的线程已经开始运行了 甚至运行完毕 所以当前线程和新线程到底随先执行的 随先执行完毕的 这是一个未知数 需要通过系统的调度来实现 接下来我们来设计一个例子 看一下主线程的投出性 这个例子非常的简单啊 首先我定义了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我初步估计呢 是来一个学生结构体吧 里边包含上两个成员别料 一个名字 还有一个年龄 主函数首先给结构体复值 接下来创这个新的线程 将结构体去传入 然后主函数干自己的事情 打印它自己的参数 新线程呢也打印它自己的参数 这个参数呢是通过 create函数传递过来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实现这个东西 我打开我的操作系统 来给它起个漂亮的名字 这边我已经切好了啊 MateShare.c 叫主线程 同样呢 这里边我写写了一些简单的注释 将create这个函数呢写给大家列出来了 省得待会去查手册 接下来我们需要写程序了 第一步同样包含同文件 include apu1.h 这个apu1.h 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大家应该知道 我用到哪个函数呢 我就会把效率的同文件加进去了 我们来看这个框图第一步要干什么 给结构体复制这些等等 当然首先有一个结构体对吧 那就来一个结构体吧 struct student 有两个成员别量 先来个名字 年龄吧 再来个名字 因为名字是一个字不错 我把它放到后边 20 偷了 接下来来写新线程的启动历程 wordshare 这个新线程啊 它的格式已经定好了 它必须是这个样子的 反昏只是wordshare 传的参数也是wordshare 你是无法改变的 你只能改变它的名字 sad fashion 传参也是wordshare 这里边我们需要做的是 就是将它的参数打印出来 我们知道它的参数 实际上传递呢 是一个结构体 所以我这里打印的时候 就打印结构体里面的成员别量 结构体是不可以直接打印的啊 它的成员别量要逐个打印 student student age is age它是一个整数 用d% 然后name is s 什么支付串 关键 这个age和name是如何调出来的 很明显是通过这个指针来调出来的 但是你直接写student 然后指age 它是指不出来的 现在你这个student呢 传过来的时候 被转换成一个wordshare了 所以你是要强制转换 转换回来 一个struct student 所以呢 这里边跟着 我就需要给你来个强制转换了 把它转换成struct student share 这个时候就应该可以调用它的成员别量了 同样呢 下一个成员别量继续转换student 然后呢stil 它指向的是name 最后什么样也不断了 返回了 很简单 一打印一返回 主要是要关心的是这个变量能要进行一个强制的转换 否则你无法调用的 接下来来看组函数 intermate 也就是我们的主线程 它的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参数是怎么写的 可能大家应该已经学了 在这里面我来打开这个p3的concrate函数 它的手册里面介绍了组函数如何接受参数的 我直接上面不看 跨过下面啊 跨过来 来看这里 组函数的方式 interrgc xsharergv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rgc呢 是参数的个数 不管你组函数有几个参数 它都会统计过来的 然后rgv呢 是参数重放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调用rv 来把它的参数打印出来 好我们回来把它的形状写过来 intrc 我要把这个关掉 让大家帮我看 插心rv 这样我们需要几个变料 p3-t 重放id的还记得吧 然后一个intrc的error 重放重过码 虽然我不用 但是我需要判断一下简单的 最后我们先来一个结构体吧 因为你要传进去结构体 所以需要给它一个初始化 起名字就叫这个steel 然后初始化steel.age 等于20 接下来steel.name 那么这个steel.name它是一个字符串 千万不要用等于号 直接给等过去吧 那是面向对象的算法 那是面向对象的算法 我们现在是面向过程的事业 必须用mcp1或者steel cp1来写 我用mcp1吧 我看很多人有犯这个错误的 直接给你等于了 最后还看不出来错误在哪 切记啊 名字 直接来个章12吧 12个数20个 总够了 接下来你就可以创造了 用p算的 concreate这个函数 第一个参数 新线程的ID 系统会帮你回填的 写的时候注意啊 这是一个指针 所以要取缔值 第二个 新线程的属性 默认的用空 上期课讲到了 第三个 新线程的起动函数 实在的方式 第四个 新线程要传递的参数 我们要传递一个结构体 就是这个steel 但是这里边要求的 是一个wall的心的 所以你要强制转换 没有办法啊 转来转去的 这个是一个通用性的 如果你写成其他格式的 无法传递的 你不知道他要传递什么样的格式 所以最后用wall的心 这样转来转去呢 很方便其实 强制转换steel 这个steel呢 它是一个变料 我这里边 我又需要取地址了 不要犯细小的错误啊 取地址 你犯了这种错误 一时半会很可能找不到的 然后呢 先判断一下 如果不等于零 那就创造失败 创造失败 我们这个程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直接会退出的 printful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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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的 failed 回车一下 失败之后 直接退出 liter 零 因为你创造失败了以后呢 那这个例子 我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接下来 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主先生要干什么呢 打印他自己的参数 那么他到底有几个参数呢 现在我还没写呢 没调用呢 咱不知道有几个参数 他是从外面传进来的 对吧 其实他的参数个数 这已经统计出来了 rx 他会自动帮你统计的啊 所以呢我需要用一个别料 我用for 雄环 来将他一个一个打印出来 i 小于 应该是xc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 编号呢 是从零开始排的 所以最后呢 是小于xc了 用封号 i 加加 直接打印print for maystead ax is s 因为他的参数呢 是同在一个字符材数组里边的 所以用s rxv i 通过一个for循环 将主函数呢 所有的参数都打印出来 最后 为了确保新的线程 可以顺利的执行呢 我先用一个sleep 让主线程 睡眠一秒吧 啊 刚才我在这里边已经讲到了啊 如果你的主线程 他从return 这返回了 你调用了return 就会导致进程的结束 跟着进程的结束 所以所有的其他线程也就结束了 所以呢 为了确保这个新的线程顺利的执行 我在组线程结束之前呢 先让他睡眠一小下下 这样就可以调用一段了新的线程 因为cpu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这个一秒应该是足够的 再回到我们的函数 最后别忘了一趟 流 好我们看看有什么全线没 啊 这个forge的话 我应该加一个钢 省得打出来不好看 我再稍等一下打一下主线程的 他参数的个数吧 printful 每时代的还有多少个参数 百分之d x 参数的个数呢是用rx 来表示的 我们来编译一下 我就不瞅有没有错了啊 编译的时候自然就看出来有没有错了 编译的时候别忘了用-lp slide 列接这个现成的库 所有跟现成有关的操作 你必须列接这个库 要不然你看不到效果的 好没有错 接下来执行一下 点个儿 sled 我先不给他传餐啊 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没sled 诶 这里面写出一个 主线程有一个参数 主线程的参数是 这个 这里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 这个点告没算的 它也被列为一个参数了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可能有的人要了解到了 接下来我再改一下这个 让这个程序好看一点 有的地方我还是没有加到回车 我们再加一下 在这个地方啊 梗 还有哪个地方需要梗呢 新现成打印的时候 我也缺少一个梗 哎呀我的接盘不灵了 哦 再编一下 再执行一下 嘿 这个效果很好了 主线程有一个参数 它的参数是点告 没算的 大家需要记住啊 这个点告没算的 也是一个参数 新现成的参数呢 很千而一千的打印出来的 我再执行一遍 给主线程传一些参数 看他们打印出来 随便传啊 这个12可不是一个整数啊 它是一个字符串12 哎 还是正常的打出来了 它有四个参数 第一个是这个 哦 第零个我应该说 第一个是12 第二个是34 第三个是67 新的现成呢 再把它的结构体 也给打印出来了 那么这个例子呢 其实也是我上约课留的那个作业 所以我开 开始的时候 没给大家说作业题是怎么做的 这个例子 我给新现成呢 传递了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结构体 包含两个呃 成员别料 然后呢 新现成我把它的数据给打印出来了 当然你可以有多个成员别料 你比如说我再加一个成员别料吧 再加一个什么呢 啊 拿一个ID 身份证号吧 身份证号几位的 18位的 我少来点啊 4位的吧 同样呢 在初始化的时候 给他拿一个ID memo cpy stu.id 来个007吧 007 然后是传递5个 在打印的时候 再加一句话 id s s 然后后面的参数列表 再加上去 地方不够了 我把这个屏幕拉大一点给大家 看一下 要好看啊 要好看啊 记得常识转换 ststudent 导致 s muchí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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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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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拷贝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size-up 这个先不研究 我接下来也就下一个它的特性 除了传递参数呢 还有一个 如果它用对Tera返回来 会导致整个进程的结束 那么现场呢 自然也就结束了 所有的现场都game over了 我来稍微修改一下这个例子 我为了确保主现场呢 现在结束 让新的现场呢 这睡眠 所以呢 我再加一句话啊 在新现场这里边 先不让它打印啊 直接给它睡眠两秒钟 一秒应该就够了 然后主现场呢 我把这个睡眠的去掉 一旦新的现场睡眠了 它就无法打印了 直接又浓到了主现场去执行 然后一个return 如果正像我说的那样呢 新现场直接给return了 整个进程就game over了 这样呢 导致新现场是打印不出来东西的 我们来测一下 看看行不行 变一下 然后执行一下 然后执行一下 看 主现场它的参数打印出来 但是新现场没有打印出来 就是因为你的主现场先执行了 然后突然接return了 导致整个进程结束了 新的现场呢 是无法运行的 我再来改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 用执帅的go excite来退出 这样的话新的现场就可以照样的执行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excite函数啊 因为大家没学呢 我先给大家简单慢一下 执帅 go excite 它是一个退出void 然后呢 里边是一个退出的返回值 我的心 我们来简单的改一下这个程序吧 非常简单啊 好 我把这个return呢 改成一个p3d go excite p3d go excite 这边它需要变量 return value 这个return value呢 其实是一个自动回填的啊 这里先要不多介绍 我带着大家这样写就行了 这个程序 主现场呢 执行的时候最后退出 我用这个excite 但是新的现场呢 同样睡眠了 这样就保证呢 主现场是先退出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回新的现场 它能不能打印出来数据 来编一下 最后执行一下 ok 结果出来了 看新的现场 它照样打出来数据 所以呢 这个证明我们这一点是正确的 如果你的主现场 从内函数return的话 导致整个进程结束的 你掉用excite这个函数 退出的话 进程是不会结束的 这节课就差不多了 最后给大家留一个作业的 创造一个新的现场 主现场打印基数 新现场打印偶数 交替的执行呢 也就是说主现场打印一 新现场打印二 接着呢 主现场又打印三 新现场又打印四 最后打印它十几个吧 这个程序大家下去去做一下 再次准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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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准备一下